今天晚上我們邀請到了 有三對是伴著彼此成長的兄弟姐妹 對 所以他們要來展現的是 相互扶持的手足情深呢 還是那種 鬥個你死我活的手足相爭呢 首先歡迎甄莉姐 甄怡姐 姐兄弟的手足情深呢 版本中華 版本中文 謝謝 再來歡迎喜事不斷的 Apple跟方小溪 歡迎三組兄弟姐妹 歡迎 來吧 這言詞好高... 你們兩個A姚姐妹的話 都是還一起出寫真集的 所以你們大家都很熟悉 對 那兩個最近常帶妹妹上節目 所以大家應該也不陌生 這裡大家也很熟了 對不對 這個打疊的 對吧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你也沒看到他哥哥啊 沒有 你這樣好不好 時至今日 此時此刻 你要用一句話來形容 你隔壁這個人 你想說什麼 好不好 我說的就是 一定是很實在啊 來 神邏輯的怪咖 他是怪咖 他哪有神邏輯 怪咖我們知道 怪咖本來就怪咖 怪咖出門 他就是會有一個 他自己的邏輯在 就算旁人 旁人不懂也沒有關係 像小時候我們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包 那是小朋友的心意嗎 小朋友包紅包 小朋友包紅包給爸爸媽媽 OK 是自己的心意 OK 然後我記得小時候 我跟我妹還有我弟 我們就是小時候都一起包紅包 就各包 你包多少 你兩百 那我也兩百 我長大了以後有一天呢 要包紅包了 然後那時候我已經 開始有工作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像我可以包多一點 然後那一次呢 我好像可能譬如說 我就包了三千 那包八千八吧 還是六千六吉祥數字啊 我有點忘記 對 我們都會包滿大的耶 對 算滿大的 過年的時候嘛 對 但我想 他要講的應該是 因為我們三個都會先討論嘛 對 那他可能就說 都包一樣的 他要包八千八 我就會跟他說 可是 八千八可能對我們來講 有點困難 尤其是我哥 沒有 我是自己要包八千八啊 我是自己要包八千八 然後譬如他們可能是 包個六千 無所謂 對 量力而為 對 那我就覺得 我八千八對而言我OK 因為我已經有賺錢了嘛 然後就說 那沒關係 我就包八千八 你們就繼續六千 又不會怎麼樣 我們就說 不行啊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包比較多 就當下就不爽 就跟我吵架 最後呢 我們就是都包一樣的 我就把那個錢 又收回來 就是六千 我們都包一樣的 所以算你爸媽倒霉了 對啊 算我爸媽倒霉 少拿了錢了 然後呢 就這樣子 某一年呢 他也開始賺錢了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今年要包多少 他可能說 那包個一萬二吧 然後我說 為什麼你可以包一萬二 他說因為他賺錢啦 我說 那你為什麼 以前不准我包得比你多呢 你們沒有想過 三個人合包一個大包一點的 沒有耶 沒有 因為就是好像 大家還滿喜歡那個儀式感 就是 新年快樂爸爸 你看爸媽手上拿好多包的感覺 對 一個人都拿三包嘛 那長大了以後呢 他現在還有一件很奇怪的東西 又來了 又來了 這我也是 我無法理解 這樣我們跨年 有時候會接主持活動 然後那種主持活動都是很早 你可能九月 十月 不是就已經在找主持了 對 差不多在敲了 對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就有接到 我已經快到年底的時候 我有接到一個跨年主持 我就跟他講說 我有接到跨年主持耶 然後他聽了以後就說 是哪一場 我就跟他講 然後他就講說 那一場本來也有找他 我說 那你有接嗎 他說 然後他就講說 因為那個主持其實也是 差不多九月 十月時候 就有問他了 然後但是呢 他也報了 嫁給人家 然後 時間也說是OK的 然後對方就說 好 那我知道了 那我們回去跟 就是上面討論一下 如果確定的話 我們一個禮拜以內會通知你 掛了電話以後呢 他就等 等了一個禮拜 都沒有電話來 對 然後他自己就覺得說 是不是可能就沒有選到這樣子 然後隔了差不多一個月吧 接到電話了 對方跟他說 那個瑤瑤 你那個時間 年底時間有留下來嗎 我們後面討論了以後 會找你主持喔 然後我妹就跟對方講說 我那天不行 然後對方就說 為什麼不行 我妹就說 因為那個我想說 你們一個禮拜 對 太晚確定了 所以我現在時間沒辦法 所以時間沒辦法留給你了 然後我後面問我妹說 那你那天真的有事嗎 她說 起某幾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又不是一直在等他給你 對不起 打個岔 他就算超過了一個禮拜 沒有回覆 你會因為這樣子 賭氣不接的舉手 他是一個月 我不會 你會覺得 就算得了一個月好了 九月等到十月 對不對 我會耶 換年是十二月三十一號 對啊 十二月 你覺得你會 你會不接的舉手 神奇 你也是他談的 我會一個禮拜 結果是你自己談 我會一個禮拜過後 我就請公司回去問他說 請問這個到底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要排我自己的事情 我也會這樣子 對 瑤瑤你要一句話說 你隔壁這位懷孕 身懷無假的姐姐 這個真的是 你要說什麼 不講道義 要不要 不要 他現在耳朵很不穩定喔 那你說他現在不講道義 要舉個比較明確的禮 我跟你講這個超明確 明確道不實 來 就是因為我們就高中畢業之後 然後我們就上台北了 反正就是我們兩個 就一起住在我們的阿姨家 OK 對 那因為我們住在阿姨家 那阿姨當然也會就是 順便看管一下我們嘛 對 應該的 我們的交友 這麼漂亮的姐妹 一定要看的 對 所以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呢 我姐也已經開始 你知道談戀愛了 你知道嗎 就可能跟一些 對 反正他就是 晚上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我愛他們睡覺了 然後他可能就可能溜出去 約會 然後他可能晚上回來了 我還要偷偷地幫他開門 就是不能讓阿姨發現 就是半夜出去 可能去公園約會一下 但還是得回家那種 還是會回家 還是會回家這樣子 OK 我都在幫他 幹這些事情這樣子 結果後面有一次呢 我爸媽他們就上來台北 我們就大家就約在一起吃飯 然後我們就在吃飯吃一吃 我忘記我們那時候 是聊到什麼事情了 然後我們聊一聊就 有一點在吵架了 然後那時候我爸媽 可能就稍微覺得說 好像我這邊比較 比較合道一點 這時候 我姐忽然忍不防地講說 你知道嗎 他忽然給我吵這個 很值得講耶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他不回家的啊 到底跟著有什麼關係 到底跟我們在討論 有什麼關係 沒有 我剛剛當下 關不出來你是這種人 小時候 對 我小時候 但是當下就是因為在吵架嘛 然後我可能又一直 掛著那件事情 覺得說每次都跟妹妹說 不要住男生家 然後還是去住 這個Apple滿厲害的 對 她也不怕這個妹妹 就讓扶秀人去啊 或什麼 對啊 有一些姐妹 兄弟姐妹是這樣 因為就這麼一個點 老死不相往來也有 對啊 可是這也是小事吧 不就在吵架 你們的專長 沒有 那個不算小事啊 這不算小事 這是人格問題 太搞不好 本來在你爸媽心中是聖女貞德啊 這是人格問題 那也很好吃 但那個不是真的 我也忘了 反而後面吵什麼 就這個 不可以啊 雖然她懷孕了 但是還是譬如說 這個不講道義 我講了以後她不是也講 你不是也跟她是聖女貞德 我沒說 有啦 有啦 就開始互相傷害啊 她基本上今天有多帶一個 小生命 我們就不要激怒她 對 我怕等一下聊聊動的胎氣了 對 來 換 兄弟了 對 兩個差幾歲 三歲 差到三歲 我一直以為你們是雙胞胎耶 沒有 厲害吧 中華長得比較著急 著急 著急想長大 對 跟哥哥出去混 對 以前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一直以為你們是雙胞胎 來 一句話形容 你隔壁這個人 帥氣懶惰鬼 還有帥氣兩個字喔 你一定要這樣 你家算很客氣的 對啊 很帥 以前我們住在日本的時候 他可以在房間裡 待個三天 四天 都可以不出門 我們日本 跨年都會待在家裡 看電視 對 然後就會看電視 電視就是二十四小時 四十八小時 一直播一直播 都不會停的 他就可以躲在他那個 口大汁 暖爐桌 會有棉被 棉被那個桌子 腳放在裡面 他就躲在那邊 看著他的電視 一天兩天 可是他以前不是有 待過暴走足 還是什麼的 暴走足 沒有錯 其實這件事情我覺得是OK的 對 因為與其他出去外面 騎摩托車 衝撞人家的交流道 我都希望他能 誰會 有沒有可能是 交流道 我們每年過年 日本的高速公路是 要去看日出 要抽那個票 為什麼 你要抽那個票之後 你就可以上去了 騎摩托車 抽那個票你就可以上去 然後你下去的時候 你要給那個票 現場付錢 對 你才可以出去 他就直接 我們沒有錢 三五成群 騎摩托車用抽的 兩百多台 我們要 兩百多台 我們今年日出要去 看日出 然後這一群 然後從東京這樣過去 對 就是上高速公路 我抽那個 不是評價到是交流道 交流道 對 通常在第一個柵欄門口 你就看到很多警察 開始帶裝備 然後拿鐵令這樣子 弄丟子 我們就是 天啊 就 你沒有看過 把他抽 電視沒有 好 你知道嗎 就是也不知道要買 電視所有人都在做 跨年的時候 沒有看過嗎 我一直以為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本來是宅男 然後我媽就說 你要不要去外面 不要待在家裡 結果我一出門 就這樣子 在日本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跨年 什麼大家聚集 沒有 就是 在我們那邊就是這樣子 那懶惰的意思是 他那個暖爐座 旁邊就有個大垃圾袋 四十五公升左右吧 四十五公升左右 對 就是 滿的 他這個好奇妙的一個人 很快耶 對 你不講我完全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耶 因為我覺得 因為他有日本的教育 所以我覺得 他是一個非常 很知道 嚴謹 嚴謹的 按部就班的 但是 你沒有經歷過這些 對 你不會知道說 什麼事情是對與錯 OK 我們沒經歷過也知道 那為什麼你沒有咧 你也有 你說我 OK 好 說說你哥哥來 我哥哥是 好棒喔 哥哥是我的救兵 我們家其實是三兄弟 對 然後我有一個大哥跟二哥 他們才差一歲 但是長得不怎麼像 可是二哥跟我 你們兩個長得比較像 我們兩個就長得很像 對 然後我大哥就是 超級惡勢力 他就是一個兄弟 我就是大哥 兄弟 我說什麼 就是什麼 我只要不乖 他就是 對 走馬過來 你是要北斗神拳嗎 什麼東西 每天這樣子 每天這樣子 不是 你是不是還有一次上課 我們是不是要讓他們 稍微休息一下 你 他老公是這麼快嗎 不是啦 給一顆 你知道嗎 大哥 阿姨拿那個冰的時候 他都可以吃一口嗎 可以啊 全都在旁邊喔 來 你吃啊 你吃啊 就是 你這樣走 怎麼不敢吃 我對他的方式就是 我們一起去買 一起吃 他是你的救兵 你怎麼說救兵 救兵就是以前我媽 他都會分配家事 大哥你要洗衣服 洗衣服 要曬衣服 哥哥你要吃完飯 洗碗 收碗 然後你就是 如果不做會怎麼樣 不做就是媽媽 不會給你用錢 哥哥都會 對 哥哥交給你了 去 交給你了 對 我就覺得 什麼事情 但是我不會 我就會說 那我們一起 他真的很棒 對 中華就是一個 隨時會失控的人 我到現在知道 而且我上次跟他一起 上節目 我還一直在模仿他 那個什麼引擎 就是什麼重機引擎的聲音 暴走 就是我們音階其實 是這樣子的 我們是這樣子 我聽 我先聽雙缸的聲音 我說為什麼最難 雙缸是左右嘛 一定是 所以你在吹的時候會不會 就是我們可以去搭配 你想要的音階 好 那三缸 三缸的 它聲音比較高 然後你去搭配你的TEMPO 四缸 四缸就是高音了 是 離合器可以拉長 你知道嗎 那這個玻妞是什麼 玻妞不是最難 玻妞對 打擋進擋會有音階 會 你就 然後在我耳部 爸爸這個玻妞 這個不是壞掉 這個真的是 這個是一個音樂 然後我長大之後 看到DJ我就覺得 這東西我好像學得來 然後我 我一摸就上手 一摸就上手 然後我們音樂 這這個文化 我大概那個四年 我就拿了台灣冠軍 然後去英國比世界大戰 你什麼 我哥 我哥一起去 用什麼 沒有 我用DJ的東西 轉換到音樂上面 好酷耶 我就整個炸掉 好強喔 炸掉 打嘴巴整個 我都是在靠那個 以前其實這個是 由我們音樂來的 這是一個專有名詞嗎 這是一個專有名詞 Axel Music 好了 我們你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個中華你調整一下情緒 好 好不好 來 換甄莉跟妹妹啦 一句話是 邋遢女明星 甄莉姐不像耶 你們差幾歲啊 十三 超過一輪 所以是甄莉姐 然後弟弟一樣再妹妹 對 跟我弟子跟我差一歲半 一個不小心 好好聊天 真的啊 荒唐一點是生得出來的 我小時候我姐大有去上課 夜間部 然後他們都以為我是別的小孩 那妹妹應該很受寵吧 差這麼多 對 然後又老邀 所以她就是從小 我爸媽都寵我哥好不好 哪有 也很寵 她從小到大沒有被打過 為什麼叫邋遢女明星 就是我從我有意識以來 我姐就是一個很大辣辣 然後不太 不休蝙蝠的人 就是出去她都無所謂 不打扮也沒關係 就是 我覺得就是一個 沒有身為女明星的自覺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沒有自覺 有一次早上反正她就睡過頭 她就要趕著去露營 然後她就說 我趕快出門要去露營了 然後後來就幾個小時 她回來了 還是一個大素顏 我說 妳不是要去露營嗎 她說 對啊 我錄完了 我說 沒有化妝嗎 她就說 因為我來不及啊 所以我到我就直接上場了 她就整個素顏錄完整場 我就說 素顏可以錄 不是 不是 沒有 真的素顏 我在車上有打底 可是打得可能 不是那麼的厚 然後可能反正就直接 睫毛或什麼的 就睫毛 對 就睫毛有一點點而已 沒有啦 我就跟她說 妳這樣子去跟她錄影 她就說沒關係啊 反正我也不是 以漂亮著稱的啊 沒擦板 然後這樣就算了 然後她現在更誇張 她現在開始直播 然後她直播是可以 就是戴個眼鏡 頭髮就夾個鯊魚夾大順 就跟大家直播 一整個晚上 直播還是可以打扮一下 穿好看 你不要真的穿睡衣 或真的就是什麼都不弄 對 這睡衣 穿比較居家一點 才藝人中的感覺對不對 真的是因為我覺得 我都沒有那麼在乎 你又不是藝人 你在乎什麼 我每次等她修一個照片 我們像我們今天一起錄影 對不對 然後拍完之後 她又不准上床 你要等我修完 傳給妳 送給妳上床 好高 每個人都沒有偶高 還沒規則 所以妳規則了 爛掌 沒有很高 因為她藝人的事 是不是 沒有 天啊 她有當藝人的自己 不是 修圖 我會幫她一起修 因為如果 我有這麼難修 要修到明天 因為我媽會罵我 就是說 姐姐不修就算了 你要幫她修圖 她不懂 你要幫她用 所以我是要幫她一起修圖 而且她很誇張 她之前全家聚餐的照片 她也是完全不修 就直接上床 然後我跟我媽 我們那種吃飯吃到 一半嘴巴還歪一邊那種 她就通通都直接上床 這個家裡面的唯一的女藝人 沒有 沒有偶包 沒有偶包 其他的人都有偶包 對 我們全家都有偶包 我們家是一個團隊 其實 我沒有 經濟公司的感覺 邋遢女明星 來 一句話形容 妳的妹妹叫什麼 善變乖乖女 我為你們要說 她是善變乖乖女 她是我們家最小的 那因為跟我差了十三歲 所以其實呢 我跟我弟 我們是從小就是欺負她 因為她都沒被打過 所以我們就很賭攔她 你知道嗎 從哪兒被使喚到她 她這麼多時候還會想要欺負她 不是 因為妳要知道 我們都被打 她從來都沒有被打過 所以我們都會欺負她 譬如說像她的小名叫甜甜 我就跟她講說 妳有沒有看一個卡通 有一個女孩叫甜甜 從小生長在孤兒 妳這樣 妳是從外面帶起來 可以 可以 可以打 好可愛 有沒有 我們小時候真的是叫欺負她 對 我跟我弟啊 我們兩個小時候就叫欺負她 你們差這麼多歲 所以我們就叫欺負她就會相信 而且我一直哭 一直哭 我一開始不相信 可是我姐就很嚴肅地跟我說 其實這件事情 爆料真麗 貴婦真面目 姐妹對職互不相養 她都不肯自己花錢買名牌包 永遠都要拿我的 然後連珠寶 現在都要我去買來給她用 我姐每次都說 妳小時候我對妳這麼好 妳現在長大 反正就要報答我 所以 這是名副其實的情樂吧 我預想 我回到家 會看到我的包包 我要背 我見了 真的 妳要不能讓大家覺得 是被質問啊 我是姐姐耶 我姐就很嚴肅地跟我說 其實這件事情 媽媽是想要等到 妳大了一點再唱歌 對 我覺得妳有知道的權利 我 我這樣能不信嗎 小以大意 我才小學好年級 可是殊不知道我 妳小學畢業就是去找生母了 對不對 然後她回去跟我媽講 害我跟我弟又被打一頓 當然 妳老是 我們一定打的 因為這妳講得很值得相信 對啊 我要說 因為我們她很善變 因為她是我們家最會念書 她是台大電機研究所畢業的 對 很會講 跟你講道理 可是我覺得家裡 怎麼會是一個講道理的地方呢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那家裡是講什麼的道理 講什麼地方 要講情嘛 情先嘛 再來理嘛 舉例來說 我們家那天 我媽媽家 因為我家裝潢 沒有地方可以洗衣服 因為我媽媽說 我把衣服拿到隔壁 隔壁有洗衣機 洗就好了 還有烘乾機 那後來洗衣機壞掉了 那我爸就打內線調說 那個家裡洗衣機壞掉了 那要買一台新的 那就我爸爸跟我跟我妹 我們三個人 一人出一份 等於每個人出三分之一 還好那沒多少錢啊 OK嘛 對嘛一起用 因為大家都會用到嘛 她後來 她說我為什麼 她跟我報告說 我為什麼要出三分之一 我的衣服都是在新竹洗的 我也可以 我只有六日回來 我可以六日把衣服帶回新竹 我新竹加油洗衣機 也有回新竹洗就好 我為什麼要出這個 那如果說今天是要 我們孝敬妳 可以 那就姐姐一份 哥哥一份 我一份 為什麼哥哥不出 要我跟他 不是說三分 三分是我爸 我跟他 因為我爸是使用者付費 我弟就不住在家裡啊 為什麼要付我們一份 可是他六日上 他認為孝順是三個孩子的事 沒錯 對 他不但不出 他還退出我們的群組 你講不出來 有 要 你記得嗎 我們 他生氣喔 生氣退出群組 因為我們不是有兩個群組 一個是沒有媽媽的群組 一個是沒有爸爸的群組嗎 他就退出我們那個 沒有媽媽的群組 所以那個群組就剩下 我跟我弟跟我爸 我們三個人 他不在 現在有家回來了嗎 沒有 我 就是可以長了 那你這個 傷感情 傷感情 因為他退出嘛 然後我就在上面寫一個 給我爸說 劉真怡真的生氣了 然後 我也沒有付錢了 好 他剛剛說的 有任何肚鑽的地方嗎 我沒有 我跟你說一看 他心機超級重 我哪有心機 還沒發生錢 爸爸跟他講完 他先私底下 打個電話給我 跟我說 他真的超偏心的 跟妳說 家裡洗衣機壞了 他要我們兩個 跟他出錢 哥哥都不用說 很偏心吧 先分化 因為我爸 我們家我爸媽 本來就是都很 就從小到來都是 比較偏男生 比較偏我哥哥 所以從 因為從小就是已經 壓抑很久 每次都偏哥哥 我明明是最小的 而且妳一直覺得 妳不是爸媽心生的 沒有 這已經沒有這樣想了吧 沒有 有陰影在 然後 他先打來跟我講 然後我就傻傻的 我就去群組講話 我第一句話是跟我爸說 你根本不用出啊 你幹嘛要出 就是我們小孩三個 就一起幫你出掉就好 這很簡單的東西 然後可是我爸就是堅持 因為他就是 其實他的重點 其實就是不想讓哥哥付錢 他不想讓他負擔 對 絕對不需要 然後就是 其實今天如果 哥哥換作室住在家裡的話 我爸就會用 另外一種理由 就是要讓他出 對 這可能就不是 他賺很少 也沒有 他們就比較重 反正就比較重 你心目中就是認知他 就是從你哥哥 對 我覺得小時候 小時候我忘了 要做一個什麼 然後 我要出 就是我那時候說是 畢業我還想出國念博士 我說哥哥都有出國 我也想要 然後我媽就說 可是哥哥姓劉啊 年後嫁出去也不姓劉啊 所以我一口氣 我一直都會記得 就是我爸我媽 就是會比較偏哥哥 然後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 就有點被觸到那個點 你知道嗎 就是 因為我一直覺得 小朋友孝順是很合理的 那你幹嘛 然後我爸還說一句就說 那你就當我出的 那份是哥哥出的 就沒事啦 不行 你不會覺得 這是一個界線問題 這是一個感覺問題 這個我也不出 這個我也絕對不出 這個我也不出 你們好朋友 王喬欣 整個已經夠亂了 可以了 我覺得是界線問題 我覺得這個感覺 他也是有很多 這種奇怪界線嗎 我很多界線 他也不出界線 好 非常謝謝你們今天 很像似乎聊出的一些 我別的節目沒有看過 其實說出來也是一種學習 沒錯 沒錯 懷疑的 你就會發現更懷疑了 兄弟姐妹啊 從小朝夕相處 伴隨彼此長大 一定有非常熟知對方的脾氣 跟不能被觸碰到的點 導致有些問題放在心裡 想問但是不敢問 今天我跟誠哥 我們就當你們的公道婆 不只主持節目 我們也主持公道 這件事悶在心裡很久了 兄弟姐妹 靈魂拷問大會 好大聲喔 兄弟姐妹 靈魂拷問大會 有一個 這樣一個簡單的場景 兩兆雙方就這樣子對立 你真的希望利用這個機會 把深藏在心裡面 已久的疑問 它可能是一個明確的事情 當時無解 它也是個感受 到現在都是一個解 解還是解 你想分享的是什麼 我想問我解 到現在都還無解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 他都不肯自己花錢買名牌包 永遠都要拿我的 然後連 到底是為什麼呢 所以妳這個請回答 因為呢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會賺錢的人 你不要看他 你不要以為 他只有電腦工程師 聯發科電腦工程師 這個頭銜 他呢 還是中華民國 德州撲克協會的會員 他就是選手 代表中華民國 代表中華民國 出國去比賽的喔 出國去比賽的喔 YES 然後呢 然後 他還有很多的業配 然後幫大家寫 你也有 那你也有 好不好 他是藝人 他寫的比我還多 所以呢 妳就認定了 妳的妹妹賺的比我還多 我姐妹都說 你小時候我對你這麼好 你現在長大本來就要報答我 所以 對嗎... 而且... 而且他會得寸進尺 他一開始的時候 還會很客氣打給我說 甜人就是 你就帶回來 給我上節目有 然後我都會說好 然後他就說 我上完節目就還你 然後我說好 然後他 我週末回到家 沒還 褲環 包包咧 然後打給他說 沒有 因為我一路玩運 我就趕高鐵回台中了 我帶回台中了 你就借我背幾個禮拜 會怎麼樣 就生氣了 我還沒... 我還沒罵他 他也不錯問一下包包 聖麗 什麼可以用質問的口氣呢 我運想 我回到家 會看到我的包包 我要背不見了 那個口氣很重要 妳要給他做口氣啊 不能讓大家覺得是被質問 我是姐姐耶 我怎麼沒有要偷竊的行為 目前事情大概理解了 我現在想要知道的是 妳覺得這個結要怎麼樣 才可以解 我說他得寸進食就是 他後來就是 連電話也攔得打了 他就是開我IG就開始勾 圈圈圈 這個包不錯 這個鞋不錯 好 中後全部帶回來放我房間 就開始 越來越誇張 然後當著你像是帶貢一樣 然後到更誇張 最近開始 然後有一個通告發他 他要帶珠寶上節目 可是我的年紀還沒有這種東西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還沒有開始買珠寶 他會罵我 他會說 你也差不多開始買好 你都沒有珠寶 好 我想問我的珠寶 都上過了 我要先講 妳先別著急 他先說 我就想說 天啊 現在我沒有買 還是我的問題呢 他應該有點指責的是 你把它當成什麼啦 你把它當成你的伴侶 因為是在之前 對啊 一馬歸一馬嘛 小時候 你看 是不是 所以我姐都說 你現在就是要報恩 小時候能夠提供 跟現在能提供的能比嗎 不一樣 小時候那個是我用感情 用時間 本來要陪男朋友 不能陪 要陪他 可是這樣他欠 他欠你娘 什麼時候才還得完 還不完 好 不想 以後我再也不會 把它當成理所當然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手足靈魂拷問大會 明算帳就在此時 上個節目 連高鐵 三百元也要跟我收 我姐超愛勤募我的 你不接的話 我就沒有通告而已 他還會 反報我的通告費 然後記錯對不對 然後就說 補上 補上 我為了他請下 然後他情辛苦 這樣排錄影 不是應該的嗎 我比較喜歡 你剛才那個態度 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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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我再也不會 把它當成理所當然 那你自己要自覺一點 那你自己要自覺一點 他租借你好了啦 我說現在說一句心裡話 好啦 以後再也不會了 不過以後一定要自覺一點 你該上供就要上供啦 不是嗎 換妳說他了 好 我要說他就是 劉甄儀 你明明工程師 有欠那一點點錢嗎 為什麼 上個節目 三百元也要跟我收 我說沒有 他也真的 他要跟我計較 你點哪裡來到哪裡 到台北三百塊 新竹啊 要從新竹來做高鐵 是為了他請假 就殺上來陪他 對 沒錯... 他請假回來陪我 可是呢 因為你知道 其實有時候上節目酬勞 因為他們畢竟不是藝人 所以他們的酬勞是有限的 然後他就會 亂講 以前有過 以前有過 幾次有過 不是每次都可以啊 你幾次有過啦 就是要加起來除以二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那我早一點 我還虧錢 那目標要算 我還省時間 但是沒有他你算不了啊 不是 就是 我的意思是 對 你說對了 你說對了 可是呢 真的 可是自從我有一個 很機歪的老公 他就是這樣 他就不要上 他不上我就轉不了 所以我已經保持 不上就不要上 沒有啦 我姐超愛請了我的 他每次就是 問我說你可以上嗎 我就說 我不要 我這樣還要請假 他特別趕他很累 怎樣怎樣 他就會說 你不接的話 我就沒有通告了耶 什麼...最近什麼 疫情怎樣怎樣 然後就開始 那種... 你覺得最近呢 我就會請那個 心有不忍 然後 而且他很壞 他還會謊報我的通告費 我問他說那我多少 他就是明明可能只有三千 他就說四千還五千 然後報多一點 重點是我到了現場 我在看 怎麼不是你講的 他說 然後那個錢還 他要補給你 然後他 然後記錯對不對 然後就說 他就把那個 那個信封帶 補上 他叫我補上 他叫他丟給我 補上 而且他那個 那個 很不屑的一個人 我覺得好你 補上 記得還要來回 把我點錢 我支持你 他騙我 他都會被騙來 我支持你 我為了他這樣辛辛苦苦 那個下午醒這樣 然後就辛辛苦苦這樣排路影 不是應該的嗎 這不是... 對啊 是沒錯 可是我就覺得 不是賺很多幹嘛 那麼小心三百塊 我支持你 對啦 我比較喜歡 你剛才那個態度 我喜歡 我喜歡這個態度 我感覺到 你多爆掃 麗美是一個 很界線分明的人 對 他是 這跟他賺了多少 沒有關係 講好的是多少 做到給我做 這是真的啦 我大方超大方 你問得對 對啦 他大方超很大方 好 非常好 搞清楚了 來 掌聲鼓勵 來 你們兩個先用力過來 很好 這是一個說心語話的地方 的確是靈魂的交流 講一些可能 埋在心裡面 不願意說的事情 那事情其實說真的 巴鈺你會覺得可大可小 可大可小 真的 真的 原來你跟我計較這個 有沒有 對不對 中華準備 超三歲的哥哥 聽他 想說什麼 好 其實我哥是沒脾氣的 對 他是一個很穩重的人 結果是我大哥 因為我們家都會 一起去運動 然後那一陣子是 流行保齡球 我記得我十八歲 剛剛退休暴走足 就是我不混 我再也不騎車了 就是我已經重量了 然後就開始 學完運動 然後我哥是一個很善良 然後我大哥就說去打球 然後就打 也樂完生了吧 好吧 那我們就三兄弟杯 然後等一下輸的去買飲料 輸的請喝飲料 請喝飲料 很合理 我記得 預備 我想起來了 通常我都是輸的 大哥又來這一招 又要我請喝飲料 然後那一天就 對 二哥輸了 然後我跟我大哥 大哥 飲料好少 我去買飲料 然後我大哥就 開我媽的冰式黑頭車 然後我就開 然後我就開便利商店 在那邊停 停的時候旁邊就有一群那個 不良少年 每個人都對他們在重現這樣 我記得 那第一次是誰啊 什麼什麼 真的 就是打到那邊 然後我跟我哥 我跟他說大哥走 我們先買飲料 我二哥突然 那不是我認識的二哥 他就直接開門 就直接對他走 不是 這節氣 你剛剛有講開語對不對 有 我翻成中文 我讓你們聽得懂一點 對 小朋友 對 翻成中文就是 你在看什麼 你在看什麼看 對 你在看什麼 我哥就一個人 他們很多人 然後一個人 然後我跟我大家都覺得 那種事情 我們早就過 然後去買飲料 怎麼還在吵 對 然後他就跟他 要槓起來 然後我跟我大 我記得 對 你不理解他 為什麼會做這件事 幾歲的時候 二還二十三 這麼年輕 還在讀大學 而且法律系 律師 是喔 你怎麼可以做這件事情 我整個傻眼 怎麼會突然這樣暴走呢 我只是想說 我應該不會輸 對 然後我很有信心的想說 這次我應該會贏 那只是說 輸了就算了嘛 我想沒差嘛 請喝飲料自己的哥哥跟弟弟 沒有差 沒有關係 可是我到那個便利商店 門口的時候 你真的愛到你了嗎 他錯了嗎 一定是 沒有 平常喔 以前平常他們喔 就是蹲在那邊的那些人 你知道嗎 我已經心情不好了 我就遇到這樣子的人 然後那就算了 他就在那邊 那邊 一直要看我 對 那種額頭 額頭貼額頭的那一種 對 我就挑 很穩定喔 挑就像是要先比起了 你知道嗎 對啊 對 然後你也要弄 對 我覺得心情已經不好 我就有一種被激怒了 所以他輸不起 就會情緒失控 什麼 就一次而已 就是那一次嚇死人耶 就一次而已 大嘴巴失和解散內幕 版本中華坦白真相 你是不是因為 覺得 請問 一 二 懷秋太帥 三 他跟艾莎有 你跟艾莎有一腿 我應該 哪一個是答案 予以承認當時承認 也滿好 對啊 因為超難揪的 連我們老闆那個C啊 所以他輸不起就會情緒失控 有沒有 就一次而已 就一次而已 就是那一次嚇死人耶 就一次而已 我小時候從來沒有過耶 就一次而已 你要讓他知道那次你真的嚇到 嚇到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你想問中華什麼事情 其實他以前大嘴巴的時代 應該有十年了 差不多 對 差不多十年 那這十年其實我都在他身邊 工作了十年我就覺得說 就這樣子結束掉 我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因為 覺得 這好犀利喔 沒有 因為十年的團體結束 對 哥哥覺得很可惜 對 相信你應該某種程度也是 現在請問 一 你討厭士林 二 懷秋太帥 你嫉妒他 三 你跟艾莎有一腿 然後分手了 然後 來 不能再討厭團體了 別告訴我們哪一個 沒有吧 沒有 老實講 真的沒有 哪一個是答案 我應該 哪一個是答案 選了竟然是個士林 士林現在已經轉型 變成一個很棒的戲劇卡 而且一直得到獎的 很多戲劇的肯定 沒錯 那你討厭他什麼呢 我討厭他是 我們會有團體聚餐 從以前開始就好了 他是約不出來的 然後我想說 都不出來 是不是我太 太強勢 他不喜歡 然後 然後後來就 就叫艾莎去問 然後艾莎問問 誰過來 也是很難約 我又問他原因 那你不來的原因是什麼 我要 我要背劇本 然後一開始這樣 可是 直到他 我那時候突然覺得 士林 我相信你 都在背劇本 因為你真的派超好的 對 然後我也有錢 恭喜你 所以你到底現在還討厭他 沒有了 就是他得了獎之後 我那些 你那時候很討厭他 對 因為我這不知道 你沒給我證明嘛 他都說他在練習 對 你願意承認 當時曾經討厭士林 我覺得滿好的 對 因為超難揪的 連我們老闆都被施壓 我就會覺得壓力大 有一種熱臉貼冷屁股的感覺 對 沒錯 友情最怕是這種付出 對 單向的不是雙向的 但是現在他的成功 你也很祝福他 棒 超棒 被他開心 對 真的 來 版本兄弟請回 請就位 A姚姊妹的話請就位 黃曉星 好啦 老大我必須得說啦 因為畢竟我跟他就是 你知道 上節目已經心靈交流了 很多回了 十年超過了 對 超多回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 我想要問他一個 應該 什麼啊 熱騰騰的問題 如果 他老公外遇的話 你會原諒他嗎 怎麼還是 你看到他在外面 有幹嘛了是不是 就是有耳聞 而且沒有啦 對 耳聞是沒有講話 不是 不是 趙醫師會問這個問題嗎 就是因為其實 趙醫師也常常跟我姐 一起上節目 那因為現在 除了節目之外 就也會放在那種YouTube 或是什麼那種官方頻道 下面就有一堆人寫說 那個趙醫師看來就是不愛Apple 因為他們可能從他們 節目上面的對話 然後就說 他就是不愛Apple啦 Apple都在那邊啦 趙醫師看起來 就很花心啊 醫生耶 最花心啦 我跟你講啦 很快分手啦 什麼什麼 為什麼 我們三姑六婆都是這個口腔 對 口腔喔 口音都長這樣 聽你留言了是不是 好像喔 那個 口腔一樣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我超膽的好不好 我膽到爆 我好像在那邊 跟他這樣子累死 但這個假設性的問題 我覺得滿有意思的 因為他大家 你說講個大家不認識的人 你這回答 原不原諒也沒感覺 而且是 沒有小孩之後回答 跟有小孩之後回答 會很不一樣 對啊 我現在有小孩耶 這有疼疼的問題喔 要看是精神外遇 還是肉體外遇 如果 那如果是精神外遇呢 精神外遇當然不行啊 肉體外遇 肉體外遇 很好啊 肉體也不行 但是你說相較之下 因為像有的時候 我會覺得 男生好像有時候 會驚蟲衝腦你知道 他會當下斷線 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什麼 有的男生一直這樣 好 妳現在都要這樣聊就對了 沒關係 好 或是他喝醉了 或是什麼的 那種 那種 好 大家聊聊邊就好 所以呢 所以都 最好是都不要外遇 但是如果真的要原諒 或者是你考慮很多 你有孩子什麼什麼的 那 唯一可以原諒的可能就是 肉體上在無法 控制的情況下 我又覺得在那邊吃 OK 反正 事情 你的意思是說 外遇這個事情 還是會有輕重緩急 對不對 是有吧 還是可以區分得出來的 對吧 因為這世界上 這麼多別的夫妻 不是因為外遇發生了 只有一個答案沒有別的 你知道意思嗎 但你好讓我失望喔 為什麼 他明明對我們那麼囂張拔覆 但是他對他的老公 百般容忍 囂張拔覆也是小時候耶 長大根本就沒有了好不好 二十五歲以後就沒了 三十歲以後就沒了 對啊 長大以後還好 他管不到我了 長大以後 他問我這個我覺得很過分耶 對嗎 很過分啊 假設性問題 黃姐姐 妳要問黃妹妹什麼問題 問他就是因為 他就是一個感情世界 其實對我來說 我們不太會 不會聊 私底下討論感情的事 真的嗎 為什麼不關心呢 他見公開的場合這麼 我會跟我哥聊 我哥也會跟我聊 但我們好像不會跟我姐聊 對 為什麼不關心呢 也不是關不關心 就是跟我姐聊有時候 有點累啊 為什麼呢 多累 到底多累 可能以前小時候 我們就覺得我們交男朋友的 那種 我才不會咧 長大我沒講了 好好 你們喜歡的菜也不一樣 不一樣 喜歡的菜也不太好 好像不大一樣 好 妳想拷問什麼 我想拷問她的是 就是因為她現在都是聲稱 她就是單身嘛 聲稱 我覺得啦 聲稱她都是單身 但是很奇怪的是喔 因為她一個女生 但是她很喜歡自己 單獨旅遊 對 我懷疑 她不是一個人 我都一個人 因為她永遠喔 在那些什麼韓國啊 日本啊 或是釜山啊 那些玩的照片喔 永遠都像是約會的照片 一個人旅遊不單純 誠哥結論話中有話 這個怎麼一個人拍 這自拍 然後再來 那泳裝呢 泳裝也是自拍 也是給你出去 那個男的叫自拍吧 夜遇發生過幾次 滿多次的耶 都有結果嗎 沒有 我也會選啊 我只能點到為止啦 因為畢竟我們在兒童台旁邊 不能聊天 她永遠喔 在那些什麼韓國啊 日本啊 或是釜山啊 那些玩的照片喔 就是像人家 人家幫她拍的 因為你知道 自拍一定就是這樣 有一個距離 有一定的距離 OK 你頂多拿自拍架 你也不可能是 整個全身啊 她的都是那種 彷彿是對面有個人 幫她拍 來 看 對不對 準備了幾個 來 你們看一下 類似艷遇的視角 這對 這不是很像距離感 很像對面的人幫她拍的 這只有一個人 這個一個人 這是一個人 這是一個人 這個太遠了 這是喔 這不是喔 這一定有人幫忙拍 路人 路人 換口味 換大路人 這拍得很好 路人拍是不是 路人這麼會起角度喔 這個路人的敬位都怪差不多耶 終於就是每次問她 她都說是路人 我說到底哪來那麼多路人 可以幫你拍這些照片 而且她拍得很美 而且是韓國人耶 不是 慢著 妳懷疑這是幹嘛 她有對象妳不高興嗎 沒有 我對象很高興 那你分享一下 你講一下嘛 不要都說我單身 沒有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都會分享 剛才前面那幾個 感覺好像有人在我前面 這是我真的還真的用自拍棒拍的 就架一個棒子就這邊這樣子 然後按那個三秒 然後 按以後立刻這樣 真的啊 怎麼可能 這太強了啦 再自拍 然後再來 那有裝呢 有裝 真的 這個也是這樣 太可怕了吧 你按了一下馬上這樣 我跟你講 我跟妳講 10秒 按了7秒之後 7秒可以了 7秒可以了 你這自拍棒好厲害 你只有帶來分享嗎 沒有 上次帶給你們 她是這樣子 有三個腳好券 可以置入一下 那個自拍棒 原本還可以藍牙連線按的 但後面不行了 但她就還是可以這樣站著 然後調好角度 好厲害 然後這樣拍 這也太高了吧 對 這個又不是了吧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對 一個人吃不完 對 對 那時候我去韓國的時候 就我那個前男友 然後他就剛好在談 他也在那個 他跟我同一天 剛好那麼巧喔 真的 他跟我同一天 到手耳 這麼巧喔 就是那麼巧 就是那麼巧 每天都在手耳吧 你要不要 他住大田 而且這一看就是 兩人吃的份量耶 對啊 那個量 是 我就會講是啊 沒錯 這是那個啊 這是兩人的份量嘛 對 這是兩人的份量 後面還加一點 這也是自拍棒 每一看那個角度 就很不對勁 那就是自拍棒啊 這個在哪裡啊 這麼遠 自拍棒啊 韓國 韓國 你出去的那個男的 叫自拍棒 對 自拍棒 對 自拍棒 沒有... 他外號是不是要自拍棒 自拍棒 都是自拍棒拍的 對啊 這也是自拍棒 太厲害了 這個不是 這是台灣的那個 那什麼 什麼 路人 對 路人遊客 台灣的路人 這個太強了 拜託耶 就是幫我拍到 這個女生 你要是看到 看到這一集的話 趕快跟他們講說 確認這是你拍的 這真的啦 真的啦 我們這邊是在 妳一個人去玩 我一個人 那我問妳 那我問妳 如果妳在外面旅遊 有驗譽 妳會主動跟姊姊說嗎 不會 主動會跟她說嗎 絕對不會 我不會特別說耶 但是她要問的話 她連問她都不答了 還主動說不可以 但是她要是問的話 我都會答 驗譽發生過幾次 滿多次的耶 她條件這麼好 都有結果嗎 沒有 因為我 我也會選啊 對 有Happy 沒Ending 有Happy 沒Ending 有Happy啊 我們不知道有Happy 但沒有Ending 沒有Ending 掌聲鼓勵 謝謝 沒有 今天只能點到為止 畢竟我們在個東台旁邊 不能聊天 我覺得因為有些事情 真的 你需要有第三方存在的時候 才能講得出來 在家真的很難 面對面 兄弟姐妹 誰起這個話題了 你不喝個七七八八的 誰起這個話題 你說你跟誰去出國 對不對 對 誰起這個話題 對 手足之間的關係啊 她不僅僅是彼此的 兒時打鬧的玩伴 她更是一輩子可能是 相互扶持的朋友 願你們 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面繼續 相愛相殺 爭吵但不散 女王大人 下次再見 See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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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給未來中華臺 YouTube頻道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最新的 女王大人 特別感謝Holo Made with Beauty 德國膠原蛋白 拜拜